已经平稳的度过运早期了 现在已经见完刺了 也见完党了 我跟老江的房车旅行 过了广东接洋之后 几乎就没有再更新旅行 这方面的时间了 当时老江的运反 太难受了 刚上劲 我俩就没怎么拍视频 再加上那段时间的广西 你叫什么 发霉的屋子里走涨霉菌 叫逆流天 南天门 我回南天 回南天 就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跟住在一通二漫画的房间里 你们有没有看过梅那一片 我当时有给大家拍过 我们早前那个素材 我汉服的扇子都已经烂了 就是腐蚀了 咱们这期正题 其实分享一下怀孩子这个事 你要说一个女孩 她怀上孩子第一时间 会不会有感觉 按照当时推算 我俩差不多怀上那种 二十天左右的时间 我带着老姜仔 是结阳吗 对 结阳 在结阳跑步 跑了十二一二公里 我还嗷嗷跑呢 那天跑了十六公里 就咱们吃那个冰粉 糖水和厚泥粥那天 对 就那天 跑步那天 跑了十六公里左右 她开始肚疼了 就是感觉肚子抽筋 抽了一下 我就有点害怕了 可能那时候我有点感应 我说不行 我不能再跑了 我说今天训练到这就够了 那时我俩自己就有时候 可能已经怀上了 因为在这之前 我俩就是已经开始被孕了 就已经吃了能有小四十多天左右的叶酸 不仅是她在吃叶酸 我也在吃叶酸 难得该不该吃叶酸 咱们待会再说 但是反正我俩到了冒名 冒名那个时候 差不多就是测出来 真怀孕了 那天那个视频 也给大家看那个棒 通过那个棒 大概推出来 那个时候 我们跑步那一天 确实那时候已经怀了二十多天 差不多那个时间 然后到冒名 然后我们俩当时就想 就赶紧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年轻人也多一点城市 去做第一次产检 当时离冒名最近的一个城市 还比较活一点 比较年轻人多一点 那就是北海 当时那个胚胎小 测出那个胎心胎芽 然后在北海测的时候 我还发现有点脑脑和肌液什么的 症挺严重挺吓人的 然后当时在那个北海 做那个运检的时候 他那个血液报告还没下来的时候 就告诉我俩 就那个运同值什么都不清楚 就让我俩去住院保胎 这给我吓的 当时给我吓的 我都不行了 我说我这第一次怀孕 我还这么健康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都有点六神无主了 我都要答应大夫了 给老江下了 当场就得搜 我就要交钱住院了 我直接就给他摁住了 我直接就跟他大夫说 我出去跟我家里人上上来 看看怎么弄 因为我家挺远的 后来那个就联系我家里人 联系好几个医院 医院全都说啥问题没有 然后也问了好几个大夫 就是说吃点叶酸 然后再观察观察 像机械囊肿这样 没有外出血的情况下 基本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观察一下两个月以后 就可能就 就他自己就会消失 就会吸收掉了 胚胎给吸收了 就从那一下开始 给我整的视频也不想拍了 旅行也旅不顺了 就是心里老在揣这个事的 别有什么事啊 是不是得赶紧回家呀 当天就像我阳那时候 哈尔滨零下二十五六度 哎呀 开房车回去 这是真遭罪的 我跟你说好 我让那大夫给我吓的 我原来一点反应都没有 从医院出去第二天 我就开始吐了 反正就是从北海运缴完之后 我俩一点旅行的想法 感觉都没有了 就失落 你一直听到想这个事 然后我俩就准备回家了 然后正好也是开始赶着过年 说实话也是想省省省钱 赶着过年出高速能免费吗 对 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过年前 发生什么事 湖南湖北安徽这几地下冻雨 我记得是二月初开始下冻雨 然后咱们俩是五号走的 对 用四天的时间回了家 原本先试想六天时间 对 后来是到那个过了哪 过了上一关之后 实在太冷了 实在太冷了 我直接一天一休开始干 除夕凌晨凌晨两点多 到的那个哈尔滨 我们俩走的是祭祀高速 也就是金港澳 这一段的路呢 清雪效率还真可以 我们俩在一路上看了那个洞雨 把那个竹子都 湖北湖南安徽这洒顿的竹子 压得全爬了 就满山遍野 那个竹子都塌了 然后那些高速的那些工作人员 还有交警什么的 也在那抓紧事件清洗 对 他们都不休息 连轴转 回家之后 很快我俩就做了第二次产检 第二次产检的时候 那医院就说这个时间也到了 实在是给我们做了NT 对 孩子如果要是趴着的话 或者干啥的话 照不了 他那个骨质层和皮脂那个长度 他就得一直 得让他活动活动 他必须得躺过来 躺过来才可以 对 然后那个刚到第一天 那孩子在带着 孩子在这趴着的 趴着子宫 趴着的 不行 得出去溜子去 我这趴着 我就给老张抱一下 呼呼一顿呦 然后放地上 然后走一会儿 也就十分钟 十分钟 再去一遭 挺好 直接孩子躺来了 我当然想过 我说你挺会忧 抱一下 咔咔咔 你一顿忧 就跟那个 跟那个 香槟 喷香槟 还好那个时候 我已经不那么想吐了 要不然你得抡死我 这个行为 切勿模仿 因为就是毕竟是我们俩 被孕很长时间 然后还有蹲练基础 那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熬夜喝酒应酬 可能经不起那么折腾 因为是因为咱们俩身边 包括咱们后续去医院产检的时候 很多胚胎本身问题的情况也很多 对 有比我年纪小的一个小姑娘 就在我前面 然后我看她的报告单子都这么厚 你23、24岁小姑娘 没有老江三二来岁 没有大娘子 对对 我感觉 身体一介绍 对 我说我都30多岁 我说你才这么大便 我说你这 他说他也没办法 就每天他也很难受 真的 总之呢 这次做NT 然后什么样的异常情况都没有 之前在北海说 是遇见的那个什么鸡业啊 还有什么囊种啊 全都没有了 全都没有 全都吸收了 我俩这个心 完全放下了 回来之后 我俩就贪窗 发烧感冒了 还行 好像都是说孕妇 会孕之后 就是不会 发烧感冒 我感冒好几天 发烧好几天 你没啥事 我基本没什么事 12周之后 就孕早期过去之后 医生没有额外叮嘱 你在吃叶酸这件事 你其实也可以不再吃了 但是呢 在早期我们俩被孕 包括孕初期的时候 我们对于叶酸 还是一直在吃 那毕竟这个 吃叶酸呢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于胎儿的那个发育 可以预防很多缺陷 就在初期的时候 偏头跟他说 我也吃叶酸 但其实很多 你们发现男性 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什么人吃叶酸 对 我俩也是在 没想怀害之前 就已经储备了很多 被孕的一些知识 学习着很多相关的东西 对 其实发现很多 孕早期的 孕早期就 怀孕头三个月 这个很多胎儿的问题 跟我这边的问题 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这也可能是我俩 想要孩子 就是 啪 就要是这个 这么个原因 男人吃叶酸 最重要的还是 补心 其实你如果 我要不说吃叶酸 这事 补心 平常的时候 男人其实就得补 这补心 除了提高 那个受孕的几率 那 家庭和谐 氛围这块 也能提升不着 这懂都懂 那女的补叶酸呢 她除了能预防 那个胎儿的缺陷 胎盘早步 妊娠高压 包括像什么 产后抑郁啊 你心情不好什么的 都会有帮助 那个老姜后面提的那些事 是你得一直吃叶酸 吃到 吃到你生 这才能就是预防 后面很多事 因为如果你只吃12周之后 你就不吃叶酸了 其实后面很多的问题 它是涵盖不到的 不像我俩去医院建党的时候 很多 那个孕妇 现在身体 却真的很差 然后那个大夫都建议 她吃叶酸 一直吃到生 老姜呢 她又大夫建议 她就是想停停 想吃吃 如果你就是觉得 你想吃 那你就继续吃 所以我俩就一直就是 一直在吃叶酸 这是刚买过来的 那为什么我们俩 吃这叶酸 这叶酸 其实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但也不算贵 五六十块钱 之前 老姜也心疼前 我买过 那个两块钱一瓶 那种小叶酸 吃完之后 孕妇会特别的严重 所以就给她停了 她现在吃 这个牌子叶酸 还好一点 我为什么想这牌子 因为我们俩 这个做那个登记的时候 她会有一个表 那表上会写 那个 那个其他运素 选择叶酸的品牌 是什么 对 她是要你写品牌的 就是我添的这个表 然后大夫的问 你吃什么牌子叶酸 她会建议你吃 有些孕妇 妈妈的体质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 可能像我对那些小瓶的叶酸 反应特别大 或者是不同的身体情况 她就会建议你 吃不同品牌的叶酸 来调节你的身体 总是这牌子叶酸 它的这个 剂量把握得很好 吃完之后 老江不会 那个有很严重的孕返 每天宁可四毫克 对于中国的 当妈妈的小运输来说 这个设计步度不少 是刚刚好 后面我们俩的 房车旅行 这一档 肯定是要先搁置一下 后面可能会更新一些 关于哈尔滨的一些历史故事 包括一些抗日 抗日的那些事件什么的 生活的重心 还是要放在 孕育生命这一过程中 也希望我们俩的后面 也能够依旧的很顺利 关注我的好 好多都是纯爷们 为了你们的以后 帮你们做个 帮你们算算吧 如果要是你们找对象结婚 然后再生孩子 得花多少钱 对对对 把这一档算一下 也算是分享一下 我们两个的生活 对 希望你们未来 或者要孩子 现在要孩子的时候 能像我们一样顺利 拜拜 拜拜